R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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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眼妝呢我就用这款KVD Beauty的 这款是两年前推出的 不算一个新的盘 最后唇彩我用的是Patrick Star的这个唇彩 那我们就现在开始吧 首先呢这个Lady Gaga的粉底液 它是30毫升 它一共有51个shade 我的颜色是110 Light Neutral 它这个包装啊就感觉特别环保 没有用多余的paint 然后这个纸好像就是recycle那种牛皮纸 里面是 它是一个玻璃瓶 银色的盖子 比较重 这款粉底是一个media coverage 然后是natural finish 然后比较轻薄 它里面有fermented article 是一种发酵的菊花吧 菊花 然后可以帮助减少泛红 皮肤泛红和保护外界来的压力 这个粉底液是韩国产 它的流动性一般 塗开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这个颜色有点湿了 我的脸上过防晒已经 我今天还用这个腰制粉铺 它是一个serum like的foundation 就是应该是质地很轻薄的 真的很薄 它的coverage像它所说的一样就是中度遮瑕 第一遍上好了 我感觉这个遮瑕力 只能达到50%左右吧 我刚刚挤了半蹦 我觉得半蹦的量 全脸来说 我有一点少 我第二遍用手指上 看看它的遮瑕力 有没有会再高一点 还是泛红 它这个半蹦的量真的不够 因为它是质地很稀很稀的那种 就像你涂精华液的那种感觉 而且它还很薄 这款用手指上不是很好上 比较涂不均匀 我还是用这个腰制的粉铺 低用把眼nels濃入 它真的很清薄 涂在俩上 就是感觉上一点都不厚重 但很约能够轻薄的 然后不像涂了粉底液 我刚刚又在重点部位 泛红的地方 加强了一下 因为它用粉铺的时候 它会带走一些底妆 所以要一点一点 把它轻轻叠加 上这款粉底的秘诀就是 一定要轻 就是用这种 拍拍拍轻轻拍 不然用大力的话 它会把粉铺会把之前的粉底液都沾下去 粘下来 一开始上这个粉底液的时候 没有掌握它的技巧 用力稍微有点猛 所以它的粉底就会 在拍打的过程中会带走很多 现在来看就是一个 非常美的 Natural Finish的一个Foundation 它是可以叠加的 它越叠加 它的效果越好 而每次一定要少亮 轻轻 不然的话 就等于没有叠加 虽然说它是个Natural Finish 但是它是一个非常Radiant的一个妆效 所以我上这个粉底一定要定妆 定妆还用这款NARS的 我觉得它是比较少能带走皮肤光泽的一款定妆粉 我就再眼周定一下 脸颊这边我觉得还好 不是特别的需要定妆 定完妆之后它就变成一个半亚光的妆效 就是非常干净的一个妆面 那我们等下看看这个粉底液慢慢会有什么变化 我的眉毛已经换好了 用的是这款Urban Decay的Brow Blade 这款一个头是固体的一个头是液体的 固体的那个也是很细很细的 这款我很喜欢 但是它用的实在是太快了 我一般都用液体的那一头 固体的我几乎都不怎么用 今天的眼妆呢就用这个KVD的这一款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的卖 但是我很喜欢这一个 它的Shimmer还是很亮 我非常喜欢这个颜色 今天用这个颜色画一个妆容 首先呢用这个颜色在眼尾处打一个底 这个粉质相对来说是比较扎实一点的 然后用一把约软刷 把它约软带到眼头 用鱼粉 我喜欢把 暈染打到眼头前面一点 因为现在一些high fashion的走秀啊 它们的模特儿都是 比较都是这种画法 接下来用这个颜色 在眼尾处加深加一点点就好 这个颜色还是相当的饱和哦 同样下眼线 用上眼皮最初打底的颜色 它的粉质真的很扎实 打完底之后我就用这个颜色 哇 这颜色超美 这个粉质是很软很糯的那一种 再用一把刷子 把边界 暈染一下 这个shimmer的暈染能力也超好 它是可薄可厚的 然后用这个颜色 也是 也是shimmer的颜色 放在眼尾 我再用手指 加一点黄色 我超爱这个黄色 黄绿色 眼尾处想加一点这个红色 我不知道是什么效果 最后眼头呢 用这个香槟金色 再上这个金橘色 下眼线过度一下 眼线今天用咖啡色 我的塞红扇好了 用的是NARS这款新出的 UXM的面部盘 然后现在是今天的 House Lives的这个 这个是Gel Powder Highlighter 这是Gel的质地 这里面是戴苹光的 超级无敌闪 它这个系列的 highlighter 我觉得都很好看 像我们亚洲人的肤色 可以挑 里面大概有 两到三种 都可以适合亚洲人 都非常的闪 非常的特别 很好看 它是看起来很像 玻璃glass的折射光 和偏水光 超级无敌美 这个质感就是很高级 最后口红用这个Patrick Star 它是一个双头的 那一天逛了斯芙兰 刚好看到 这里面有两个颜色 这个颜色就是 霉红色很深很深 非常饱和 然后它洗的时候 会有一点染色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 各种glitter 偏黄光和粉光的 一个唇彩 我不知道这一面 比较饱和的颜色 和我的妆容搭不搭 我就试一下好了 它真的是超红 超红 这个颜色搭不搭 我也只能涂这个颜色了 因为这个颜色 它会染唇 我就不高兴卸掉了 这感觉是从迪士尼 走出来的一个卡通人物 真的 我真的是超服的 最后我要说一下 我对今天使用产品的一些感受 首先是这个House Labs的粉底液 从我上这个粉底液到现在 已经差不多三个小时了 它的粉底完全没有动 我可以说它在我的脸上的定妆能力 超级好 但是呢 它在我上完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 它就会有一点点干 因为我是第一次使用这个粉底 它刚上完的时候是比较 radiant一点 我以为它会 粉底会游走 所以我用Nars的 Press Setting Border 去定了一下我的脸 但是我觉得我这一步 是有点多余的 它在我大概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它的脸就完全定住了 可能刚上这个妆 到一个小时之内的时间 它会有很radiant的 有一点glowy的妆效 到一个Soft Matte 到一个完全的Matte 就是在一个小时之内的一个过程 但是一个小时之后 它的妆就是完全没有变 就是一个小时之后什么样 现在我三个小时还是什么样 这款真的是很强 当然每一款粉底都不是全能的 它也肯定有适合它的复制 我觉得这款是适合中性混油肌和油肌 干肌特别干的人不建议使用 油肌中性肌在夏天定妆之后 完全没有问题 我的复制是夏天是混油 冬天是中性 T区完全不会出油 所以这款粉底对我来说 不会太干 也不会太油 我相信如果需要长时间带妆的小伙伴 一定非常爱这款粉底液 我第一次使用这个粉底给我的感受 就是总结两点 第一就是特别的持妆 第二就是特别的轻薄 非常推荐中性或油性的肌肤小伙伴 可以尝试一下 真的 下一个就是这个House Wipe Highlighter 我刚刚不小心闻到有一股味道 它是有一股像烧焦了的味道 这个表面 我不知道为什么 是不是它用了recycle的plastic做的 它的味道有点大 但是这个包装还是很美的 它是珠光的白色 很高级 然后里面带吸铁石 这个就也很方便 这款的former是gel 它涂在脸上 比较好晕染 也不太会干 比一般的其他的粉质 其他粉质会有点chunky chunky的 这个就不会 它就比较好晕染 然后对如灵肌啊干肌是非常友好的 这款highlighter一共有十个颜色 所以对于不同的肤色啊 不同的要求 我觉得它的选择性很多 里面就不用说了 这个颜色 真的是谁能抗拒这个颜色 这个珠光真的是很小很密 的同时 它的底色还是带偏光的 真的是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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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就是这个顺材 patrick star 我觉得它 这合理吗 涂上它我就感觉 我变成了白雪公主里 恶毒的后妈 就是 给白雪公主苹果 白雪公主您吃苹果 我要毒死你 蛤 我觉得它超级不合理 这个亮度就是完全不合理啊 怎么可能有这么亮的唇彩呢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评价它了 我就是 还是偏向于正面的正面的偏多 褒义的不是贬义的 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这个唇彩一共八个shade 我选了一个最神的颜色 但是另外其他的七个颜色也非常的好看 有的是nude一点 有的是比较 也是比较闪的 我应该还会尝试一下其他的颜色 这个唇彩28美金 两用 双头 性价比 真的是 无敌高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下次再见 Bye